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的一期影视剧风 那么这一周呢将会由我为各位讲解有关剪辑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今天讲的剪辑呢不是电影的剪辑 而是一种比较笼统的剪辑 因为我们平常不可能会每天都遇到剪辑一本电影啊 或者说是一个电视节目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 我们更多遇到的就是你的朋友 交给你一堆比如说他用这个无人机拍来的航拍素材 或者说他平时游玩拍来的素材 然后让你帮忙 那么他们可能会想到的人觉得就是 你的电脑上有一个键叫做这个电影键 然后你按一下然后整一部片子就出来了 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些做视频的当然知道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那都是需要自己精雕细琢来做出来才会是一本好的片子 那么今天就主要来讲讲看 尤其是像航拍游玩这些又长又臭的裹脚步 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剪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顺序 然后并且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讲讲这个 我们还是赶快开始吧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能减多少减多少 那么我们也知道剪辑的目的呢 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那么就是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那么别的那些没用的全部扔掉 因为剪辑的目的说真的很简单 哪怕下一秒钟有十字歌斯拉在那边跳舞 你这个剪辑师一决定把这个剪掉 那观众就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观众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剪的时候 会非常珍惜自己拍的素材 尤其是自己拍然后自己剪 那我们会觉得哇这一段我觉得我拍的好不容易 那我是不是应该留着呢 那结果这样就导致我们的视频出现了物语 什么叫物语呢 就是吸引不起观众注意力的这些视频 那么应该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杜绝掉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你的朋友来看一看 就找几个好朋友在那边一起看 让他们客观的提出对这个视频的建议 然后你再根据他们的这个建议来剪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 你在给你朋友看的时候 你自己是感觉得到的 就是有一个瞬间他们似乎失去了兴趣 如果这个瞬间出现的话 那你就应该知道这一段视频 这里绝对是没有必要的 那就必须大刀括弧的把它砍掉 那么这是一点 能剪多少剪多少 这个是能够保证我们视频永远展现精华 并且始终保持在这个最高表现的情况下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匹配音乐 那其实视频又在我眼里有两种剪法 那么尤其是常规的视频 那么一种是先把故事剪出来 先把一个顺序剪出来 再配上音乐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先把这个音乐选好 再来剪视频 那我个人是对音乐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是经常选择先选好音乐 再来剪视频 那么这样呢 可以做到一点就是 我们经常是视频和音乐契合的非常的好 而不是想那个视频和音乐容易分离 比如说你先剪了这个视频以后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也有缺点 那缺点呢就是 我们经常出现情况就是 音乐放完了结果视频 视频还没结束 或者说是视频还没结束 音乐已经放完了 那么这些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等一会会讲 那么还是先讲回来 那么选择正确的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你有十个小时来剪一本 一个视频 那我非常建议就是 你花个三到四个小时去选一首歌 那么选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能把自己激情带动起来的音乐 是非常好的 那么至少要你自己听到音乐的时候 能够看到那种画面 那么这样你在剪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有激情 然后剪的也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是 这是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各位想问哪里可以找音乐的话 那我可以说 国内音乐没这么多法规规定 所以可以直接去淘宝买一个音乐包 那么几千首音乐 一首一首挑 其实也是挺好的方法 那如果各位真的非常想买正版的音乐 那我频道上放的所有音乐 哪怕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 也都是正版的 那么哪里可以买正版音乐呢 那么便宜的正版音乐 我们可以去Audio Jungle 那么大约一首是108人民币 然后那么假如想买再贵一点的音乐的话呢 可以选择去MusicBad MusicBad呢是更贵更高端的一点的这个音乐频道 也是国外很多大神用的这个音乐网站 那么这里的音乐会比较贵 假如你要用在电影上的话 至少要1800或者1200元左右 所以说这个需要自己斟酌一下 那么更便宜的音乐也有 大概几块钱的也有 那么各位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免费的音乐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选择 那么我们音乐讲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英国的这个摄影师Philip Bloom 他上一次的航拍视频获得了这个世界的航拍奖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视频是怎么和音乐契合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那么看好他的视频之后 我们也觉得肯定觉得他其实是和音乐契合的非常的好的 也能够把整个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 所以这个契合音乐和视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 就是要乘上起下 乘上起下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 我也不想讲太多 就是当你音乐推上一个高潮的时候 你视频也应该展现一个壮阔的场面 那么无论何时尽量不要把这个音乐和视频分离开 尤其是音乐放得非常低沉悲伤的时候 你突然爱一个壮阔的大场景 那么这样是不会带动观众情绪的 我们需要的是多次强调 那么比如说你音乐推上一个高潮 视频又是一个壮阔的场景 那么这样的呢 就会在观众的心里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所以说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有激情 要有快感 不是这个快感 我说的快感是 在你剪辑的时候 你自己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应该会非常有激情 就看得见你要剪的画面 然后这时候你应该会觉得非常激动 就有点感觉 就是谁不要拦我 老子就是要剪片这种感觉 然后你就扑上去 就去开始剪片了 有这种激情在的话 观众是可以感觉到的 而且你工作的效率也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是要注意的 就是无论何时 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音乐 要让自己有激情 那么有快感呢 不仅仅是这个精神上的快感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 尤其在用Premiere这些 你按快捷键也有很强的快感 尤其是那种CtrlK 然后D 然后啪啪啪 然后劈里啪啦的这种 按键盘的感觉是非常的爽的 所以说我经常觉得在剪片的时候 有一种像是在玩游戏 或者说是打连击 这种东西 就是那个不停的打这个combo 或者连击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一定要记得保持 有这种状态在的话 你可以很高效地完成你的视频 然后就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那么这是我们第四点 那我们要讲的第五点呢 也是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要匹配运动 要渐变 什么叫匹配运动 又要渐变了 就是当我们在视频在加速或者减速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各位就是 有人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一下子快了 一下子慢了 所以这种感觉不是很好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不知道是不知道 还是这个知道 但是不选择 因为Premiere里面 我们是可以使用一个渐变的这个变速效果 那么如果各位不知道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 那我们现在进入Premiere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放了一段视频 是我们之前航拍的一段视频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航拍真正在播放的时候呢 其实移动是非常慢的 那么我们这个飞机升上去的时间 有接近30秒 那肯定不可能用来做这个正式的播放用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变速 那么怎么样变速才能变得好看呢 那我们可以一般正常的变速呢 就是打开时间重音色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速度 我们可以打一个关键帧 比如说我们从 这里开始飞 打一个关键帧 放到这里 飞到这里差不多 我们再打一个关键帧 那么其实这里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关键帧和普通的关键帧 长得不太一样 就是和我们AE里面的关键帧不一样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用到这个变速关键帧 那我们首先先在这里右键我们这个FX 然后我们打开时间重音色 点击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两个我们刚才设置的关键帧 那么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点住中间这条线 将它往上拖动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百分比 显示就是我们变速的范围 那我可以尽可能往上拖 拖到个735左右 或者再夸张点拖到1000 Premiere的上线就是1000 那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1000 是1000 那么我们变成1000之后 我们来回放一下看看现在的效果 就是虽然已经有这种感觉出来了 但是我们始终感觉这个变速的不这么流畅 应该说是它这个中间的变化呢 感觉变得非常奇怪 所以我们要做的非常简单 我们点住后面这个花瓣 我们拖动我们这个花瓣 往右拖 我们会发现我们这里多了一条 这个上升的斜线 那么我们这边拖动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再可以往上拉一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多了这么一个渐变 其实当我们选中这两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扭动这个曲线 只要我们想的话 这样的话可以变得更加柔顺一点 那我这里可以再选中一下 那么其实这个和我们AE之中的曲线图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再来播放一下 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移动呢 就变得更加顺畅 那么其实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在Premiere里面进行变速的效果 好 那么看好了这个渐变之后呢 我们还最后一个小点要讲就是 匹配运动 匹配运动呢就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很快的镜头 然后那你就不应该直接切到一个静的镜头 或者然后静的镜头 然后再一下子切成动的镜头 那么这样的感觉 可能你有的时候会使用 但是长期这样使用的观众会感觉不舒服 尤其是头晕目眩的感觉会是会有的 那么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法 我个人是建议从快到慢有这么一个缓慢的渐变 当然这个东西简直是没有绝对的 没有对和错 所以说你觉得你能够做的更好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做这个快慢的迅速切换 也会对观众造成冲击力 但是要保证观众不会不舒服 那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个点 能减多少减多少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匹配音乐 第三是乘上起下 第四就是有快感 那么第五就是匹配运动和变速 带一个渐变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理论 那么我希望能够记住的时候 可能在剪辑的时候会轻松一些 那我不敢保证说是这些都是对的 你自己可以选择创新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可能在剪辑的时候能给各位一些引导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主要想讲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最后一些几句话要加呢 就是我之前也在想 我应该给我频道的观众一些回馈啊 或者啥的 那我就从国外订了一只这个没辙的耳机 这个耳机听说质量非常的好 但我自己也没试过 我就直接带回来了 那么我希望 有一个姓名而能够把这个领走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参与这个呢 我想了一下我频道也应该多少需要点推广 我也实话实说 我希望我频道能有更多的观众 那么我就决定干脆做一个抽奖 或者别的什么 那么所以说呢我决定的就是 呃各位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选择任意一集 自己喜欢的这个教程 然后然后把它分享到你自己的一个社交网站上 说真的我不是很在意 分享到人人或者QQ空间哪里 我都不是很在意 然后你需要做的呢 只是把这个分享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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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态截图 然后到我的这个百度贴吧 影视飓风吧 然后发到我那个已经发出来的这个抽奖帖子里面 然后这样的到时候我会在两周之后抽出 呃一个幸运儿来带你走这个耳机 那我想参与的人应该不是不会很多 不会像那种 呃超级多人参与那种抽奖 或者说是根本就不对线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真的够幸运的话 或许能够拿到这只耳机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主要就是这些 那我希望呢各位能够去多拍拍多练练 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好的作品做出来 那么你愿意发给我呢也可以 可以发到这个邮箱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点东西 好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